博弈論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下 我們繼續和大家做節目 我們和疫情搏鬥 所以叫博弈論 是的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博弈 我和周顯暫時都應該是健康安全 因為之前我和他都做了這個檢測 都是陰性的 是不是 但是已經是超過兩個星期的事了 是吧 是 那慘了 我還以為你很安全 沒有人每天做的 但是現在去到第四波 最新的一個措施就是 六點後不給糖吃 另外那些美容、健身室都要關掉 每天其實都會維持於一個高的雙位數 甚至是三位數 這個情況以你大師的深謀遠慮 和邏輯思考 好 能否計算到這一波是這麼厲害的 我想第一就是大家早就預計到第四波 第二就是全世界都已經是高峰 我想香港不可以獨善其身 事情是這樣 就是有第四波 反而第四波比想像中能夠可控 我覺得反而有少許意外 其實第四波疫情 我們應該想像中是會更嚴重的 你覺得是會更嚴重的 你現在都是100宗 我們試過的 我們試過的 我們試過100宗 而且100宗沒有彈上去200 下降到幾十 再降到100 只不過數字 就是純層數字 只是看數字 數字敏感 那些數字就是 spread開了去 以及不只是跳舞群組 但是數字沒有彈上去 但是現在應該這幾天才是收緊措施 那收緊措施的效用 應該是這個星期尾才出來的 這次疫情的狀況 有幾方面都比較令人擔心 第一就是那個年輕化趨勢 另一方面就是那個擴散 就好像你所說 都不是一個群組那麼簡單 而且那個病毒株 所以這次好像比上次更加厲害 這三方面 現在就希望壓下去 但是其實臨近聖誕 其實今早在Facebook洗版 大家已經很擔心 就是不要得慶祝就無所謂 大家覺得疫情抗疫為上 但是那個經濟 是不是現在不是雪上加霜 是霜上再加鹽 是啊 我都說了 基本上那件事已經是夠無可救 我上次上星期說了 已經夠無可救 就是不要有無謂的幻想 但問題就是希望整件事完結之後 明年看看怎樣回復 其實外國的疫苗 譬如英國今星期開始打 美國也都說他們夏年的第一季 就應該這麼多個州都可以打 但是香港現在暫時還沒有確切的說法 這件事 譬如我自己的解讀 就真的有點失望 因為我想就算 你說內地都應該有些少下來 給我們一些公民人士先打 但是就沒有什麼聲氣 我相信到最後內地阿爺會是被我們打的 就是這個是 但是你未確認了整件事 你未確認了生產的狀況就是這樣 因為美國應該是自己做的 香港不是自己做的 香港要讓阿爺做的 要讓阿爺統一發放 阿爺應該未定了統一發放的優先罪 即是說阿爺不只是看香港 他不會說 例如明年每個月生產500支 他不會說 首先我撥給香港 不會 他整個大的準備要怎麼撥 他那塊大的統籌還未統籌好 所以他還未能打 即是說 第一 你就估計可能會有一些突發消息 就是內地會有疫苗給我們 但是是很少的 所以我想不需要知道 我想整個2021打到疫苗的人 都是很少數目 是的 另外一件事 亦都比較奇怪 就是很多地方 就算不是英美兩個國家都好 他們都 俄羅斯打 是的 有些例如法國 德國 那些 就算有些部分 不是主要疫苗生產的地方 他們都開始說 明年第一季都開始打 香港為何 除了我們和內地拿出來之外 你沒有什麼 就算到台灣 台灣是龜復星的 你到最後台灣也要大陸發放 他們覺得 因為有一些英美疫苗都是在中國做的 所以到最後 有很多地方都分配不了 除非自己的Nokman在自己手上 不是要靠別人做Nokman 你都是要等別人分配的 你自己決定不了 你自己沒有分配 你自己沒有生產 你自己沒有生產 你要等別人分配 別人未分配給你 你就沒有辦法 中國已經有一部分 就是他公為人事自己打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你估計 是不是真的可能 要去到 下年的第三、四季 香港經濟才有機會 因為疫情減免 即是減退了 才會有機會彈回去 應該這樣說 是 就算第三、四季都未必彈得到 都未可以 那你去年黑暴的時候 怎麼算 就是你去年黑暴的時候 你整個經濟已經是毀壞了 所以你根本上 你就算完了疫情 或者其他事情都收補不好 不要想著疫情好了 可能疫情好了 你會彈回來 但是你不會回復回舊時 那你自由行動下來 香港一定要跟大陸接軌 那你自由行動下來 自由行動下來 也不會像是 四年前 三、四年前 那個自由行動 那有什麼可能 會回到以前那裡 那全世界都 全世界都是在 貿易戰 或者中美的戰爭 還未完 中美經濟戰還未完 我看不到 有任何回復回舊時的意思 那就是說 如果有錢的話 現在不要買股票 有錢的話 拿錢最危險 為什麼呢 你現在要通脹 你有錢的話 你買股票的話 你買股票的話 就算你不升了 至少都不會像錢變震 那麼快 現在買東西的 購買力 購買力在那裡下跌 你購買力下跌得快 你的股票的時候 你就不同 你就已經是 股票如果虧10%的話 你如果持現金虧虧20% 那你就已經是 都是買股票好一點 講到這裡 由於時間差不多 我們在明天那一集 我們會繼續講到 周遜怎麼看這個通脹的問題